今年53岁的谢思光是张家口市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艺术代表性传承人。 她从小爱好泥塑,经常在工作之余,用泥土软陶创作反映塞外风土人情的作品。 最近,只要有机会前往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,谢思光都会特意绕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进行仔细观察。 她计划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,完成包括雪如意在内的冰雪运动主题系列泥塑。 从冬奥会上班成功以后,在我们的家校办冬奥,由我最爱的泥塑作品来支持冬奥,参与冬奥。 谢思光年轻时会滑雪,但年纪大了以后便很少滑了。 为了寻找创作灵感,她重返学场,仔细观察学友们的姿态、表情,积攒了不少素材。 此外,她还在网上查阅了大量冰雪项目知识,及赛事活动视频、图片。 为了把冰雪小母懂得摘写给县上戒备,我在沃沙策了打了冰雪小母知识,以及塞红活动视频、图片。 知识铺着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姿态的盛用。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富重力特色,谢思光决定选用本地的红泥作为创作材料。 但这种红泥活好后太重,塑造人物肢体时总是立不起来。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,她通过搭骨架作为支撑,一点点尝试。 2019年,她终于成功创作出了第一批冰雪运动题材迷速作品。 第一批作品侧重写实,谢思光并不满足。 随后,她开始琢磨着如何在作品中加入更多生动鲜活的元素。 我后来只是偏撞了,我把那画一折,又那个冰雪节儿变成了画去右课。 变成了把逮头盔盖成了逮毛。 逮毛更有助于剪行棉布标签的塑造。 这些右课的动作可能没有游动员那么标准。 但是他们仿佛的标签,更能提起变性游动得给庆祝的快乐。 更好地在这变性游动,推过铺子的成功。 谢思光告诉记者,由于她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, 顺利时三四天能完成一件作品。 有的作品复杂些,就得做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。 目前,她已经完成了12件作品,正在进行泥塑作品血如意的创作。 我准备把冬熬会四五个奉销制品, 组成一个冰系溶动猪蹄塑系列。 我要用修路语和这个系列的逆塑制品为冬熬加油, 让更多地让通过中国传统议事,感受冬熬的美丽。